英国旁观者周刊 10月12日文章 原题 工党的对华新政策 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预计将于下周抵达北京 表达他的敬意 立即英国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明年也将前往北京 自2019年以来 我们还没有见过英国对中国如此尊重 当时时任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对中国大家赞赏 他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并承诺利用英中关系的黄金时代与中国合作 那时是英中合作的最高点 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和前首相卡梅伦曾努力向中国示好 约翰逊最初也想采取清华路线 支持华为接入5G网络 但在美国压力下 他退缩了 英中关系从热情转为警辟 但工党正在重新审视北京能提供什么 对于一个以增长为核心目标的政府来说 中国市场具有吸引力 当资金紧张时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看起来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择 反过来 中国对我们也会有大量的投资 拉米的访问应该可以表明工党准备在多大程度上拥抱北京 工党已经在进行英中关系审计 旨在为整个政府确定总体方向 第一批结果将很快公布 知情人士表示 这一想法是对过去14年保守党执政路线的修正 政府将阐明英国与中国的不同之处 但最重要的是 还将阐明英欢迎合作的领域 英国对中国的担忧确实存在 但同时也是开辟新沟通渠道和投资渠道的机会 对话被视为关键 中国可以在两个主要领域提供帮助 在经济方面 李福斯在促进增长方面面临困境 这是政府的主要使命 但由于英国公共财政状况受到严重警告 消费者和企业信心下降 它面临着障碍 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耗费时间 且在政治上难以接受 因此李福斯寻求其他市场来促进增长 是合乎逻辑的 工党寻求北京的知识 不仅限于经济增长 还包括能源 能源安全与禁令大臣埃德·米利班德 是斯塔莫内阁中最有活力的 这很自然 因为他肩负着工党最雄心勃勃的承诺 报2030年实现清洁电力 他的许多同事认为 该目标是空中楼阁 但如果他想实现这个目标 中国将是关键 对于李福斯和米利班德及其政府的使命而言 中国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那就是在这一段时间的处理 我看电话 这是我看电话 谢谢观看